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问题是客观存在的 主要是因为夫妻相依为命多年 若是有人先走一步 后走的人 在思想生活上失去了依靠 也会常常陷入思念的痛苦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千里孤焚 无处化凄凉 白头偕老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根据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所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上一年度 60周岁及以上人口总体丧偶率为21.81% 其中男性丧偶率为12.51% 女性丧偶率为30.81% 如果您和您老伴 以幸运的牵手度过了70个春秋 请做到以下三件事 继续延续幸福吧 一 保持稳定的经济状况 富足的物质生活条件 是老年夫妻幸福晚年生活的底气和安全感 没钱寸步难行是永远的真理 事实上 我们在50周岁之后就要去仔细思考个人的经济状况 是否足够支撑自己与另一半安度晚年 存款是否足够 退休金是夫妻双方都有吗 有多少 财产是否安全 有没有牢牢把握在夫妻手里 关于钱财方面的问题 一定要时常问自己 且保持清醒的头脑 少在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投资理财 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给你的推销 按需消费 没必要的东西尽量克制住自己购买的欲望 需要引起我们足够重视的是 伴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身体各项机能的下降 可能会需要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 或者需要更多的医疗护理服务 这个时候 你就会明白保持稳定的经济状况的重要性 二 保持沟通和情感交流 爱情到了最后 都会变为亲情 这是生活经验总结 我们无法否认这种情况的发生 但亲情也分远近亲疏 老年夫妻之间可以没有爱情 但一定要是亲密守护的亲人 根据广东医科大学心理科的临床经验总结的数据显示 当老年夫妻独自在家的时候 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人都是各自在做自己的事情 偶尔甚至是完全没有交流 从老年心理学的视角展开 对于超过七十周岁的老年夫妻来说 年轻时期的爱情已经转化为亲情 因此 很多人在心态上就认为自己对于另一半已经非常了解 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再去互相沟通和交流 连远亲都不如 然而事实上 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长 老年夫妻大多面临着离退休情况的发生 生活环境的变化与适应等问题 这种种的变化会让老年生活压力增大 这也就直接导致了超过七十周岁的老年人 会有更为强烈的心理需求 他们感受到孤单感 被抛弃感和不安全感的频率增加 之前 网上有一段视频 让很多人破防了 视频里显示 外孙女查看老家监控时 发现两位八十岁的老人 从白天到黑夜 几乎都在围着炉子玩手机 老人的子女都在外地工作生活 家里只有两个空巢老人守着老房子 从早到晚 窗外 从明到暗 他们的孤独仿佛穿过屏幕 直戳人心 这种时候 指望远在他乡的儿女们是不现实的 我们应该学会从另一半身上得到关心 爱护和尊重 也更加需要夫妻之间心灵上的交流 情感上的慰藉 两个人为双方找到事情可做 一起吃饭 散步 锻炼 聊聊邻里间的琐事 讨论下网络上的新闻 驱散满屋的寂静 认真想一想 你有多久没有和老伴说情话 有多久没有深深凝望对方 有多久没有一起度假 也许你和老伴早就分房睡了 虽然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却活成了邻居的模样 其实 老年夫妻仍旧需要亲密的举动 用爱情也好 亲情也好 来唤醒青春的心 奔赴美好 无论身处在何种阶段 我们都应当重视双方之间的沟通和情感交流 这种交流能够有效的驱散孤独感 让对方感觉到自己是被看见的 产生归属感 这样也能够有效的预防老年人的偏执症 抑郁症 焦虑症等心理疾病的发生 三 保持亲密关系当中的新鲜感 根据发展心理学的观点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都有着强烈与他人建立连结的情感需求 毕竟人类作为群居动物 存在着天然的依恋倾向 但对于由老年心理研究中心公布一项调查数据显示 在针对二百对老年夫妻的问卷测验当中 只有27%的老年夫妻认为自己在婚姻当中 体会到了真正的亲密和关爱 而老年夫妻面对一成不变 按部就班的规律生活 有时也不妨为生活增添一些新鲜感 不要吝啬自己对于另一半的夸赞和肯定 适时的亲吻 鼓励和拥抱是最好的礼物 同时 彼此之间多花一些时间 倾听 理解和分享 一起寻找话题 谈天说地 哪怕是各自的爱好不同 但乐趣都是相同的 当夫妻双方都超过70周岁 这份感情是弥足珍贵的 无论是亲情还是爱情 它都像世人证明了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能够生生不息 而对于老年人来说 珍惜眼前人 做好在这个阶段关键的事项 就是自己人生当中的最大赢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延长 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夫妻能够一起走过今的晚年 那么 当夫妻到了75岁之后 如何判断他们的生活是否幸福美满呢? 其实 只要还能完成以下三件事 那你就偷偷笑吧 因为他们无疑是幸福美满的 首先 夫妻之间能够相互关心和照顾 生活中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老夫妻相互扶持 携手共度晚年的温馨画面 他们在生活中互相关心 一方生病时 另一方会悉心照顾 彼此成为对方的精神支柱 这种相互关心和照顾的情感 不仅能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幸福 还能让周围的人感受到温暖 其次 夫妻能够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交流 沟通是维系夫妻的重要纽带 当夫妻到了75岁之后 还能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交流 说明他们之间的感情依然深厚 他们会分享彼此的生活琐事 心情变化 也会讨论子女的生活 孙辈的成长 这种沟通和交流 不仅能让夫妻双方更加了解彼此 还能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最后 夫妻能够共同参与兴趣爱好 生活中 我们常常看到一些老夫妻 一起参加各种兴趣活动 如太极拳 广场舞 书法 绘画等 他们会把年轻时未实现的梦想 寄托在晚年生活中 一起度过美好的时光 这种共同参与兴趣爱好 不仅能让夫妻双方找到共同的话题 还能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充实 综上所述 当夫妻到了75岁之后 还能完成相互关心照顾 保持良好的沟通和交流 共同参与兴趣爱好这三件事 说明他们的生活是幸福美满的 那么 问题来了 在你的身边 有没有这样的老夫妻呢 他们又是如何度过晚年的呢 欢迎广大读者参与评论和分享他们的观点 让我们一起探讨如何让夫妻更加和谐美满 年华逝去 蕴藏着无尽的人生智慧 曾几何时 我们都会步入老年的殿堂 与伴侣携手迎接人生下一章 老年夫妻生活虽然充满了挑战 但正是在岁月的魔力下 他们散发出一种独特的情感芬芳 今天 我将与您分享一位智慧长者的经验 他的智慧至今仍然感召着人们 成为了幸福婚姻的秘籍 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 分享老伴的生活困难 故事的主人公是张大爷和陈大妈 他们是一对七十多岁的夫妻 经历了多年的婚姻 风雨同舟 然而 近年来 陈大妈的身体渐渐开始衰弱 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关节炎 他的膝盖积水 行动不便 几乎连简单的家务都难以完成 而且 由于年龄的增长 他视力也开始模糊 需要有人陪同才能外出购物和看医生 作为一个年迈的老人 陈大妈不愿意给自己的老伴张大爷添麻烦 他总是尽量一个人默默承受着身体的病痛 他在家时 依靠拐杖 疼痛地走动 尝试着完成一些简单的家务 但是 他的努力并不能掩盖他越来越无助的现实 而张大爷眼见着陈大妈的病情日渐恶化 内心焦虑和心疼 他决定要守护着自己的老伴不离不弃 张大爷每天早出晚归 他兼顾着工作和照顾陈大妈的一切需求 他会早早起床给陈大妈准备早餐 然后送他去医院看病 当陈大妈不愿困在家里时 张大爷就陪着他外出购物 慢慢走着 给予他安全感和支持 每天晚上 他还会为陈大妈准备美味的晚餐 一同看电视 温暖地度过每个夜晚 在日常生活中 张大爷尽量减轻陈大妈的负担 他会主动去商店购买重的物品 把家务分担给陈大妈能够承受的程度 他了解陈大妈的喜好和病症 研究并制定出专门的饮食和锻炼计划 帮助他恢复健康 尽管自己年迈 张大爷总是笑容满面地告诉妻子 我们一起努力 我们一定能够度过困难 这个守望相助的故事 不仅让人感叹老伴之间的深情厚意 更展现了人类内心无私的帮助之美 张大爷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婚姻的真谛 并用爱和关怀为妻子带来了温暖和力量 她用自己有限的力量守望着陈大妈的生活 让她感受到了人世间的美好 珍惜时光的智慧 老年夫妻如何享受共同的兴趣爱好 老年夫妻可以选择参与运动活动 运动不仅可以保持身体的健康 还能增进夫妻之间的感情 他们可以选择一起散步 骑车或者参加健身活动 这样的运动不仅能够锻炼身体 也有助于促进夫妻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他们可以分享彼此的体育喜好 相互鼓励和支持 共同迈出健康 积极的人生步伐 学习成为老年夫妻共同感兴趣的一个重要方面 无论是学习一门新的语言 乐器 舞蹈 还是开展手工制作或者美食烹饪 都能够丰富他们的日常生活 夫妻之间可以互相帮助和鼓励 共同努力达到学习的目标 通过共同学习 他们能够增进彼此的理解和尊重 并且找到一种共同成长的方式 旅行也是老年夫妻享受共同兴趣爱好的一种方式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夫妻可以一同探索新的目的地 体验不同的文化和风景 通过旅游 他们可以共同回忆美好的时光 创造珍贵的回忆 旅行不仅令人兴奋 还能够提供新的学习机会和挑战 为夫妻之间的关系增添新的激情 参与志愿者活动是老年夫妻 共同享受兴趣爱好的另一种方式 无论是为社区活动 慈善机构或是关心的社会问题 贡献力量 夫妻之间可以一同参与义工工作 通过志愿者活动 他们可以感受到自己仍然有能力 改变社会和帮助他人 这种参与不仅能够满足他们的内心需求 还能够帮助他们建立更深厚的亲密关系 善解人意的关怀 老人如何关心对方的身心健康 给予老人足够的陪伴和关注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年人常常感到孤独和无助 我们可以抽出时间去陪伴他们 与他们聊天 一同参加社交活动 或者陪他们做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事情 这种陪伴不仅可以缓解他们的孤独感 还可以促进他们的身心健康 了解老人的关切和需求 每个老年人都有不同的关切和需求 我们需要耐心倾听 并理解他们的想法和感受 比如 如果老人表达了对于自己健康状况的担忧 我们可以陪同他们去看医生 鼓励他们定期进行体检 如果老人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独立完成日常活动 我们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鼓励老人参与适度的身体活动 老年人往往因为身体困弱而缺乏体力活动 然而 适度的运动对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至关重要 我们可以提议老人进行一些适宜的运动 比如散步 瑜伽 或者参加老年健身班 这样不仅可以帮助老人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 还可以提高他们的心情和兴趣 营造一个积极乐观的生活环境 也是关爱老人身心健康的重要一环 我们可以和老人分享一些积极的消息和心情 给予他们鼓励和支持 同时 减少负面情绪和压力也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避免和老人讨论令他们感到不快的话题 尽量创造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 此外 一些小小的关心 比如准备一杯热茶 阅读老人感兴趣的书籍 或者与他们一同听音乐 都可以温暖老人的心灵 了解老人常见的健康问题 并提供协助 老年人容易出现一些健康问题 如高血压 糖尿病 骨质疏松等 作为关怀者 了解这些常见问题 并提供必要的协助 可以帮助老人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 比如 我们可以提醒老人按时服药 或者帮助他们安排定期的医疗检查 学会宽容和谅解 老年夫妻如何处理矛盾和摩擦 老年夫妻需要学会沟通和倾听 沟通是解决矛盾的关键 他们应该保持开放和坦诚的态度 尊重对方的意见和感受 同时 他们应该真诚的倾听并尝试理解对方的观点 通过积极的沟通 老年夫妻可以更好地解决冲突 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老年夫妻需要保持感恩和珍惜 在步入老年之后 他们应该更加珍惜彼此的存在 并为彼此的付出和贡献表示感激 当遇到矛盾和摩擦时 回忆起他们过去一起经历的美好时光 可以帮助他们更加理解和宽容对方 感恩和珍惜也是建立良好家庭氛围的关键 老年夫妻需要学会适应和包容 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习惯可能会发生变化 老年夫妻需要相互适应和包容对方的变化 共同寻找适合双方的生活方式 这涉及到对彼此的理解和尊重 以及对共同目标的共识 老年夫妻需要学会释放和宽恕 在长时间的婚姻生活中 彼此可能会犯错或做出一些让对方伤心的事情 然而 经过多年的相伴和共同成长 老年夫妻应该学会释放过去的怨恨和伤害 向对方宽恕 原谅不仅有助于修复关系 更能够给自己带来内心的平和和宁静 老年夫妻需要寻求专业帮助 在面对特别困难和复杂的问题时 他们可以考虑寻求婚姻家庭咨询师或心理专家的帮助 这些专业人士可以提供中立的意见和指导 帮助夫妻共同面对问题 并找到解决之道 让我们珍惜并学习他们身上展现的爱与坚守 为自己的人生增添更多的温馨和幸福 你是否认同这位老人的经验 你在老年夫妻的生活中看到了哪些动人的瞬间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观点 让我们一起探讨幸福人生的秘诀